东盟经济共同体预计2015年就要成立了 TVBS这次特别走访泰国曼谷跟新加坡 要带您看他们的景气状况 特别是现在很多热钱前进东南亚 台湾建设公司也嗅到了上级 两年前曼谷遭逢世纪洪水侵袭 原本以为经济就此被打趴 没想到短短一年 泰国经济复苏强劲 2012年泰国股市大反弹 涨幅达到34.8% 反省力道居于亚洲各国之冠 股市畅旺连带炒热房地产景气 曼谷市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 有新房子在盖 因为投资客正大量涌入 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在打房 那一些以前投资中国大陆的台湾人 都陆陆续续到泰国东协这个地方 曼谷这个地方来买房子 大陆出手打房 投资客纷纷从中国出逃 泰国曼谷因为政治经济相对稳定 成为热钱的避风港 特别是曼谷的豪宅市场 投资报酬率很高 而且他们的豪宅价格 只有台湾的一半再多一点点 像是这栋位在曼谷市中心 最精华地段的豪宅 叫做曼谷四季地堡 它的市内四季评数大概70几平 总价4000多万台币 业者还喊出 三年之内的租金保证 至少达到20% 买房子有收租保证 恐怕只有在泰国才敢喊出来的口号 2015年东盟经济体即将成行 各国企业把曼谷当成东盟投资基地 买下这里的豪宅 不怕租不出去 不少台湾人也跑来曼谷当仲介 这家是泰国规模相当大的房地产公司 他们手上有好几个建案 同时在销售 每年玩销率都在八成以上 这间位在捷运沿线的小豪宅 每瓶价格大约三十几万台币 在亚洲大都会城市中 房价相对低廉 他们今年还推出一个建案 是泰国第一个可以把轿车 停到自家阳台的大楼 不同于新加坡的设计 曼谷这栋大楼屋主回家 不需要人车分离 可以自己开车搭电梯 直接停在住家阳台 建案一推出 外国人能买的配额 全部销售一空 泰国在通过2009年的政治动乱 2011年的大水灾 那段时间开发的案子相对比较少 就变成了今年来的比较多 所以增长了差不多20%左右 看好泰国的市场 也有台湾建设公司 抢进曼谷新建大型商场 地点就在人潮聚集的水门市场旁边 这是2017年商场完工后的模拟动画 里面有商铺 有饭店 也有一班住家 业者同样喊出 三年有18%的收租保证 以水门市场为例 小小一间店铺 月租金就可以收到20万泰铢 而且台湾赵峰银行 打算跨海提供房贷 方便台湾人在泰国买屋制产 因为这块地的产权相当特别 这个土地是由它的历史渊源 以前是中央民国大使馆 那我们跟借助长租的土地 是30年加30年 就是总共60年的租金 为了吸引大陆客来投资 有业者甚至提供团购服务 也就是说 组团来买屋 买越多折价越多 甚至还加送免费按摩服务 泰国去年第四季 平均房价上涨7.1% 博客舰商一窝蜂盖房子 慢慢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今年曼谷房市交易量开始降温 市场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针对high end这一块 它确实是比较 没有那么热络 但是针对于 所谓的中产阶级 白领的这一块 事实上现在 目前表现还蛮强劲的 虽然银行紧缩贷款 不过专家认为 其他国家房产 都占GDP的10%左右 泰国现在只占4% 因此曼谷过热的房市 应该不至于泡沫化 总体来讲 在房地产贷款里面 整个融资的部分 只占了11% 相对比起很多国家 40几 30几的多的是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 一句话不值得担心 因为距离东盟诞生 只剩两年 有这个利多因素 如果想到泰国投资房地产 恐怕得尽早评估 抢尽时机 TV新闻林红宜 许国恒 曼谷采访报道